早前科学家团队公布最新研究结果 证实这块果尸布是属于耶稣时代的物品 这个结果令到举世震惊 耶稣被钉十字架 不是神话 是历史事实 我的拍档Fiona 她也是中华圣经文物馆的负责人 现在展馆正在展出这块果尸布的复制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中华圣经文物馆 文物馆分开了两个不同的展区 其中一个展区叫基督展馆 我们搞了一个耶稣基督馆 带了很多人上耶稣 每一场我们画给人听 耶稣是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是一件什么事 钉是一件什么事 钉是一件什么事 我们一起密相 我们一起凝聚悔改 我们收藏了这块神秘又充满迷团的 都宁果尸布的复制品 我们从意大利的都宁大教堂带来 在1978年时成立了一群科研团队 一起研究这块果尸布 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 在这块布呈现出来的种种痕迹 绝对不是油漆 不是染料 不是颜料 也不是污漬 第二 就是果尸布是与尸体直接接触的 所以呈现这些痕迹是可以解释的 第三 在目前已知道的化学和物理的方法 是解释不到这块布呈现出来的种种痕迹 也在圣经记载说 当耶稣復活时有个大光出现了 班科学家也在这块布呈现出了大大小小的热能粒子 这些热能粒子就像雷击雷射一样 将耶稣的面容看在一块布呈现出 在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和二十六节 他曾经是这样记载过的 当门徒围在房间里面 门窗都关闭了 但耶稣突然在中间出现 没有记载过耶稣如何进入房间 有没有敲门有没有敲窗 没有记载 证明了一件事 耶稣有能力穿过墙或门进入房间里面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耶稣的大能能够穿过那块布 而这样去复活 将面肉看在那块布上 我们中华圣经文物馆 现在举行告别展 我希望大家可以亲身来看到 这一块不可思议的果施布 这块布用了最长时间去研究 最新的科技 最多的专家 很值得大家一起来看